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大家很開心 大家記住 今天是8月26日 終於拘捕了幾隻東西 但也不要想著不出糧給他們 是不可能的事 你看見陳淑莊都在出糧 某些人坐牢都有糧出來 不要追回去的 你也知道 即使他們坐牢只有兩天出 但以香港的審訊程度 到他們要服刑的時候 就應該已經過了今年的立法會 即是很大機會 如果他坐牢 如果他要坐牢 他將來不可以選立法會 當然我們也不會太開心 因為我們有很偉大的黃色法官 但起碼我們都會覺得 先開心一下 開心了才說 開心了才說 我自己看回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當然林卓廷是垂死掙扎 其實我覺得林卓廷是 雖然我一向都覺得那些 黃營的立法會議員 那些暴力派也好 煩暴派也好 他們的腦都有一些缺陷 但他們缺陷得特別厲害 那他們為何每次 警察來抓他 你看到許智峯也有 林卓廷也有 然後有一個在直播的時候 警察來抓他又在直播 那為甚麼呢 他們就是想告訴其他 他們的黃營、黑暴的人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分析能力是低的 因為他們就知道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社會發生甚麼事 他們根本現在出面 他們就是在他們自己的世界上幻想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邏輯性的東西是怎樣去思維 所以他們只是為了這群人去做這些 我最好笑就是 林卓廷說原告變被告 被冤枉 由始至終 他只是打電話找警察 那叫原告 他控告誰 他從來都沒有控告誰 那哪裡來過原告 根本就不是原告 第二就是 如果我打電話 先報了案 那我就可以變原告 那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你叫外國有很多殺人犯 殺了人之後 就假裝自己很無辜地打電話 我媽媽死了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是不是又可以甩爛 大家不要覺得我剛才那個案子是很極端 他會殺人 那如果是門片警方當然不行 他會殺了人 那現在林卓廷又不是殺了人嗎 他也是有跟別人打的 或者他有推人去打的 只不過那天721打鬥 是沒有人死 如果他死了 他也是叫殺了人 解決 所以我覺得 為甚麼他會變原告 從來都沒有人幫他開個案子 他從來都沒有入過紙 為甚麼會變原告 真的很奇怪 那不要理他 這些傻人 是由得他 其實都看到 開始慢慢地 現在 真的開始穩定 我那天看到一個新聞 當然很輕輕賴過 就說日本 某一間食肆 好像是食肆 他打算公開大陸市場 但就不知道 11月 還是11月 就要來香港開分店事業 那你想一下 又說 又說我們延遲選舉 沒有民主 會影響香港經濟 為甚麼 人家日本會走過來香港開呢 即是為甚麼 你說如果內地的 就說他們想做事 但日本 他為甚麼要來香港開呢 當然他目的是主公 想供回大陸市場 那為甚麼不選 去美國開呢 為甚麼不選 去澳洲開呢 去香港開呢 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 嗯 根本就是他們所說的任何事 都是 不可以說是假的 即是他們覺得自己是真 純粹是他們自己覺得 總之他覺得我是他們 任何人都不可以讓我 打我頭的 就跟黃人一樣 特朗普現在的行為 跟黃人基本上一樣 只不過一個有權勢 一個沒有權勢 但是思維是一樣 那 那 還有現在的人思想是扭曲了很多 那 我 說回一個 近來看 因為我經常看KPOP 即是看韓流那些 那 有一個韓國的娛樂公司 就成立了一個 在日本成立了一個女團 那些韓國人就開始 圍攻他 原因就是 女團裏面有一個成員 他 爸爸是一個 就是 rapper 那些妖詩歌手 而 阿爺 還是阿爺 就是 賣軍火給日軍 就是打仗的時候 賣軍火給日軍 那些韓國人就開始清算這個女子 那我就覺得 可能會令大家有一點不開心 那 我又覺得 都不關這個女子的事 都是她的上幾代做的事 跟這個女子是完全沒有關係 真的 他們都說這個已經是第四代 我自己覺得 是跟現在的人沒有關係 我感覺到 就是 香港現在的小孩和我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八個聯軍 我們沒有經歷過什麼什麼戰爭 所以 就沒有說去特別 對於某些人的討厭 我自己覺得 在說回那個 那個日本女小妹妹 其實那個日本女小妹妹都不過二十歲 我覺得是對她不公平的 我覺得 這個是上一代的事 是不是等於我們 就這樣算 不是的 雖然我們沒有經歷過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戰爭 也沒有經歷過任何批鬥 但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 戰爭的人 被這麼多人要瓜分呢 我自己覺得 我要反省一下 就是 為什麼我們國家會被人瓜分呢 我不是說 開戰 來攻打我們 攻打侵略別人國家的人 是對的 但是同樣地 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國家要這麼弱呢 因為以前我們中國的時候 是很強國的時候 各個韓國 即朝鮮 日本 那些 全部都是 坐船過來送禮物給我們的 我們 基本上等於 附庸國 等於他們是我們附庸國 要來討好我們 為什麼我們 由盛期慢慢衰落到 要被八國聯軍 瓜分 然後我們還要 吵春呢 反而討厭這件事 如果我們腳 國家夠強的話 那時候不是那麼多 腐敗的事情 或者不是那麼多貪官 或者那麼多 清朝不是那麼差 他們夠膽打過來嗎 不夠膽 當然 怎樣對待 打進來 怎樣對待我們的女性 那些 當然是他們 絕對是 但是 我更加會覺得 如果我們強大的話 我們就不會面對到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 忍以為間的時候 現在中國崛起 我們為什麼不站在我們國家呢 我們這麼辛苦才讓中國再崛起 成為一個大國 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不會高興 就是他們會喜歡自己的國家 好像以前那樣被人 八國聯軍瓜分 那些小朋友是差到 女生又要被迫服侍一些水兵 或者直接被人拖出去 現在國家強大 可以和人博弈 不需要像一隻狗一樣 我不是想說 但那時候真的被高屈收得很小 現在國家強大 是不需要再看別人面色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開心 我們真的拖爆頭 有些人總是犯賤 喜歡做狗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現在 已經去到大國了 我們怎樣去維持 繼續維持 可以長期的盛世呢 這個是要日後的想 每一個國家是可以永世強大 但我也不想我們國家 強大後 又好像以前的 朝代那樣 強勢後 有幾個 有幾代 又是白家仔 其實現在有 你看到香港有很多白家仔 是很多白家仔 他們 沒有經歷過任何事情 他們連 難聽一點說 連社會都沒有經歷過 我們小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 跟我們同年紀的小的 要出去做事 我們很好運 我很好運 我媽媽 爸爸都是受過高等教育 所以他覺得讀書重要 所以我讀得上去 他都給我錢 是沒有叫你逼我出來做事 但很多時候 我見到有些同學 他不是成績差 但是他 中三之後 沒有免費教育 那他就被逼我出來做事 而現在的小朋友 不需要任何出來做事 連難聽一點說句 連煮飯都不用去 家人只叫他 你只讀好書就可以了 甚麼都不用理 家務不用做 飯不用煮 洗碗不用 甚麼都不用做 他就不知道 其實有些事情 是辛苦的 終然很簡單 洗碗也好 他都會這樣受到 我洗碗原來很辛苦 或者原來我怎樣 如果我讀不好書 有人要洗碗就很慘 又或者原來做體力勞動 都不太適合我 那他就會知道自己是怎樣 但是因為現在 沒有人告訴你外面的社會是怎樣 不要說跟別人相處 連最基本的 我們所謂的相處法則 社會相處法則 他都不知道 很簡單 我自己吃茶餐也好 吃的菜餐也好 有人幫我抹走上一手的桌子 我都會說一聲 麻煩 但是現在那些 就說為甚麼不抹 他們是不懂得體量 上一手剛剛走到沒多久 你塗餐廳是這樣的 你一個走完就另一個屁股 是做不切的 他們當然不會懂得體量 不會告訴姐姐 這裡有麻煩你幫我清清 不會的 你為甚麼不清 然後就很吵 很吵 有人拿些東西放在桌子上 一句麻煩都沒有 老鳳的 是老鳳 他一定要做 但是這些是基本禮貌 很多東西都看到他們 連最基本和人相處 或者社會界限都不知道 上班準時是應該的 當然大家知道有很多問題 有時候 老闆都可能當算 不代表可以老鳳 遲半個小時 人家遲少少 偶爾一次才遲三個字 平時都可能遲兩三分鐘 老闆當然沒甚麼出聲 但有些人就覺得 反正都是了 老闆不出聲我遲半個小時 有些事就是 人家不出聲不代表你是對 現在都是的 他們見我們 這件事陣營出聲就是 他騙 但從來不想想 其實是他令到我們沒有聲音 不是因為他們有道理 是因為他們用暴力 難道你又跟你每次打到 打到豬頭嗎 你不用上班 你那份打人就是上班 我要上班 我上班那份是寫字 我要見人的樣子 通過多些建設有用的法案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立法局議員坐牢 他或是有案底的 他接下來的那一屆 就是不可以競選立法會 但如果要罷免的 已經是70人之中的三分二 但其實是否可以改一改的章程 就是說 總之如果有些 初初選70個議員 如果有些可能 你或者有些了 可能有些 還有一些 或者有些 所以有些有些 實質議員 可能有些可能是辭職 或者被人DQ 可能在中途被人DQ 其實 如果他坐完監 其實是否可以 就回 因為他不能投自己的票 那便可以就回 不出席是另一件事 但只剩下真正的名額的人數 而去做三分二呢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是好像現在70個 說就說70個了 如果突然有一些APP了 你是不會再選的 今年 未來年是不會再選的 不會補選的 如果他突然被人送上監戳 他也是不會再選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應該改一改呢 總之不是70個 而是法定人數的三分二 我覺得如果那個立法寶議員是坐牢 你應該在那段時間不出錢給他 而他所有的辦公室 或者其他的支出 都要相對地去考慮 或者收緊一點點 即是如果他在坐牢 他沒有理由用到手提電話 這些手提電話費是不是不應該批呢 即是這樣說 他在坐牢 他沒有可能上網 是嗎 監獄沒有網上的 他這些是否可以剪呢 他如果他自己立法會大樓的辦公室 他都在坐牢了 他都沒有工作 我又覺得這樣 有些人真的是做同事的 你不給他薪也不對 所以他沒有工作 但我覺得是否可以剪一點點 即是可能只是給四份三糧 如果你的僱主 請你那個人坐牢 他坐牢的時間你只有四份三糧 或者是一半糧 三份二糧 那他是不是會盯緊他 你不要凡事 凡事還凡事 你不要坐牢 是否會好些呢 如果他在監獄的話 很多所謂的生活洗費 什麼什麼都不用的 那你是不是要吸他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不是 不是 立法高議員可以考慮一下 今次就講到這裡 開心點 大家努力 越來越好 我們努力 OK 拜拜 拜拜